那么什么叫做菩提心呢 简单的说 简单的说 菩提心需要两个条件 两个条件 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的话 那么都叫做菩提心 都叫菩提心 那这两个条件是什么呢 首先是发自内心的 从固子里想度一切众生 度化一切众生 度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天下所有的众生 向他们成为像这个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佛 这叫做度 从慈安 度到彼安 这叫做度 比如说有很多人要这个过河 那么这些人都是没有船只 那我一个人有船 那么我把这些人都载在这个船上 然后度到彼安 比如说一个人是开都轮的 那么很多很多的车子呀 人呢都集中在这个码头上 这些人都要想从慈安要到彼安 但是这些人他们没有度轮 他们也不会开这个度轮 轮船他不会开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因为这个开度轮的这个人 他回开 然后他也有这个轮船 然后他把这个车子呀 人呢都栽在这个船上 然后就从这里度到这个彼安 这叫做度 这叫做度 然后佛教里面的度也是这样子 他的慈安是什么呢 就是轮回 六道轮回就是慈安 然后他的彼安是什么呢 彼安就是成佛 最终极的彼安就是成佛 阿罗汉呢 他还不是最终极的彼安 他还不是终极的彼安 他是在这个中间的一个小道 他是一个中间的一个小道而已 他还不是完全是彼安 比如说他这个开都轮的 没有把这些人送到彼安 就是就是就到了中间以后 就发现一个小道 然后让他们全部都下在这个小道上 这样子的话 这个不叫度众生 这个他还没有让他们 到达这个最终极的这个目的地 小成佛教就是这样子 那大成佛教呢 从慈安到达彼安 彼安就是成佛 所以就是要有这个勇气 我一定要让天下所有的生命 包括动物呀 这个人类呀 所有反正所有的生命 我一定要让他们从慈安 要度到这个彼安 也就是说我一定要让他们 让他们称佛 要有这个勇气 这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很难得很难得 这是第一个条件 要有这个想法 要有这个决心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那我要度这些众生的话 我怎么个读法 我怎么样去度呢 我现在 就是连我自己都没有到达彼安 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读 那么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读的 一个这样子的人 像度天下所有的众生 这不是很可笑的吗 但不是 有办法 有办法 办法是什么呢 我首先我自己成佛 我成佛 如果我真的有一天成佛了的话 那这个是有可能了 我可以度天下所有的众生 绝对是有可能 只不过就是早晚的问题 比如说不可能一尊佛成佛了以后 他不一定把所有众生 在一个时间当中全部度完 这个佛也做不到的 做不到 但是呢 总有一天他可以把所有东西 所有众生都可以度的 至少他有这个能力 在这个能力当中 他能 他概度的全部能度到 这个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想我自己要成佛 如果我成佛的话 那这个 我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 要成佛 这个真的不是空谈 如果我们自己不成佛的话 那完全 这个是完全是空谈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我自己生老病死都没有解决 我怎么能够让天下所有众生 成佛呢 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有这种 如果按照这种方法去做 是有可能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比如说 有就是发生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 文艺 就是某个地方的所有人都 这个 就这个 传染了这个文艺 然后所有人都生病 快要死了 那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人 其中一个人 他想 就是救这些人 想治这些人的病 但是他自己也就是一个患者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有一个这样子的 非常非常这个 崇高的一个这样子的理想 他下决心 我一定要把这个所有的人要扛复 要健康 这个是他的目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当时从当时的情况下 从当时的情况看 他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理想 伟大的理想 但是他这个是不可以实现的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他只能说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 非常伟大的一个理想 这个涌期是可以非常非常值得佩服的 但是这个实际上这个是没有办法做的 但是有一种方法 有一种方法 如果这种这个成功了 那他完全有可能做到 是什么呢 首先他去学义 因为他现在呢 他只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性 他想把所有人这个健康 恢复 但是他现在就是没有能力 他根本不知道这个病怎么要去治呀 这个瘟疫怎么要去治 他不知道 根本都不知道 这种情况下 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有一种方法是可以实现 如果在短期之内 因为这些人还没有死之前 他去学艺 可以不学其他太多太多的 就学治这个文艺的这个方法 其他学艺啊 比如说一些这个西艺 中艺 这个藏艺 都是很多很多的理论 很多很多的方法 其他都可以不学 我就学这个治这种病的这种方法 这样子的话 不需要太长太长的时间 学完了以后呢 然后我就回来给大家治病 那有可能这个全部可以治好啊 这个是有可能 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就想 我们现在就是我自己都没有 没有这个成佛 成佛 连我自己的问题 一个小小的问题 都我解决不了 那一个这么一个这样子的人 我说要度化一切种 这不就是很滑稽吗 很多人是这样子 但是呢 只要有这个勇气 我们实俗人啊 在这个上节也会这么说 只要有多大的心 就能做多大的事 心理学家也这么说 这个真的是对的 佛教也是这样鼓励人的 只要你有这个勇气 有这个勇气 你有勇气去做 那么一定就是有一天 一定会成功的 这个是肯定 哪怕是再大的这个困难 再不可能啊 从现在的情况看 根本不可能成 不可能成功的 这样子的事情 只要你有啊 这个勇气去面对啊 去做啊 那一定会 一定会 有总有一天 你一定会成功 为什么 这个成佛呢 他实际上也是一个人 可以做到的事情 这也是一个人的 能力的范围之内 所以你可以做到 只要你投入 你用功 可以做到 所以这个不是不可能 做到的啊 所以呢 我们要去 就是去想 我要读 首先我要把所有的众生 一定要让他们成就 一定要成佛 然后呢 为了他们成就 为了实现我的这个梦想 我先要成佛 我先要成佛 我自己先成佛 我自己先成佛 实际上这个也就是为了终生啊 我成了佛 以后可以读他们呢 就像我们刚刚 其中一个人去学乙了 他这个学义 实际上也就是给他们治病的 也就是为了救他们呢 他学义 他自己在学义的这个学习和 给别人治病的这两个工作 实际上一样的有价值 一样的有价值 一样的有意义的 因为两个都是为了 为了为了这个 为了治这个治病 同样的我们现在 目标最终极的目标 是度一切众生 但是呢 度众生也得有方法呀 方法是什么 先我自己成佛 才能做这件事情 首先我要去 我要自己成佛 自己成佛 就下决心 我为了赌一切众生 我要成佛 就是这个第二句话 这个是第二个条件 你 と级小冰 就说咱们 我 罗共已次